他們比對了各種基因資料 結果發現遠在歐洲的葡萄牡蠣竟然跟台灣蚵仔是同一個品種耶 而且葡萄牡蠣呢還是台灣蚵仔的小孩喔 哈囉大家好我是Amy 大家都知道我們台灣最有名的小吃之一呢 就是蚵仔煎蚵仔麵蒜 可是大家知道嗎 這個蚵仔呢跟我們今天大派從第15集是有關係的喔 蛤 蚵仔為什麼會跟哈密鬼有關係呢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台灣的蚵仔呢 其實跟亞洲其他國家的蚵仔的基因呢是不一樣的 其實台灣的養殖漁民呢就一直說 其他國家的蚵仔是太平洋牡蠣可以長得比較大 但是台灣的蚵仔長不大 長到蚵仔這那樣的大小呢就會停下來了 所以呢養殖的漁民一直在說呢 台灣的蚵仔根本就不是太平洋牡蠣 那五年前呢農委會呢就找來海洋大學 還有中研院一起來研究 結果他們發現漁民講的是對的 台灣的蚵仔真的不是太平洋牡蠣 他們比對了各種基因資料 結果發現遠在歐洲的葡萄牙蠣 竟然跟台灣蚵仔是同一個品種耶 而且葡萄牙蠣呢還是台灣蚵仔的小孩喔 我們都知道台灣的別名 Formosa呢就是葡萄牙語 其實葡萄牙人來到台灣的時間呢 比西班牙人比荷蘭人都還要更早喔 他們來到台灣的時候呢覺得 哇這個島實在是太美麗了 所以呢他們就叫這個島是 Formosa美麗島 而農委會他們的研究裡面呢就推測 可能是在16世紀的時候 葡萄牙的商船來到台灣 那台灣的蚵仔呢就附在了葡萄牙商船的下面 然後呢一路被帶去了葡萄牙 那葡萄牙的氣溫啊水質啊 都非常適合台灣蚵仔生長 所以他們就在那邊落地生根傳宗接代了 今天為什麼要說這些呢 因為我們在上一集的大牌傳宗第14集裡面說過 我的朋友呢最近去修船 然後帶來非常多有趣的好消息喔 他說這一次修船呢真的是排了很久很久 因為在航運業規定呢 五年內你的船必須要進場檢驗維修兩次 那修好了之後呢 各國的驗船協會呢會來檢查 然後他會發給你一份試航性的證明 裡面包括主機也修好了 輔機也修好了 通訊航儀 救生環保等等 各種條件你都修好了 那他就會給你這個試航性證明 那你的船呢就可以繼續回到海中去航行囉 這一次我的航運業朋友說呢 因為過去十年的航運業遇到大空頭 所以很多造船廠都倒閉了 從九百多間呢變成剩下兩百多間 那這一次他們去船廠呢 真的不是普通的嗎 因為船廠現在接到了很多新的訂單 所以等於就是他們要一邊造新船 一邊還要給你修舊船 所以現在情況就變成造船也很慢 修船也很慢 那我的朋友說呢 這一次呢很多船東真的是等了很久很久 因為呢現在有很多的國家呢 他規定要加裝壓艙水處理設備 平常我們去修船呢大概是要等20到40天 可是如果你要加裝這個壓艙水處理系統的話 你可能就要多等兩三個禮拜才能走 所以我的朋友說呢現在可不只是塞港的問題啊 你現在就算去船廠修個船 你都會遇到大塞場 我聽了以後就覺得很奇怪啊 欸你現在生意這麼忙 你為什麼不趕快去載貨啊 你哪有什麼時間去裝什麼壓艙水什麼新設備啊 你有沒有搞錯 我的朋友告訴我 原來這個壓艙水處理系統呢 就是用來隔絕海洋生物 不要造成互相混雜的一種環保新裝置 因為船員在開船的時候 為了維持船身的平衡 有時候就需要把海水引進到船艙裡面去穩住船身 那有的時候呢 你會需要把已經引進船艙裡面的海水呢 再排出去 例如在長次輪呢 卡在蘇伊士運河的時候呢 他就排掉了9000噸的壓艙水減輕重量哦 可是大家想想看 如果今天你在台灣外海航行的時候 你引進海水到船艙裡面 可是你看到葡萄牙外海的時候 你又把海水放出去的時候 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呢 有沒有可能發生我們一開頭所說的 台灣蚵仔就跑到葡萄牙落地生根的事情呢 雖然台灣蚵仔跑到葡萄牙船中接代 聽起來好像是一件很可愛的事情 不過到現在呢 卻未必是一件好事哦 因為呢很有可能會造成 外來生物入侵的生態浩劫 改變了這個區域的海洋環境哦 尤其是在壓艙水裡面呢 很可能會有霍亂虎菌大腸菌 這些致病的微生物 像現在新冠肺炎還在各國肆虐呢 所以大家呢就對於致病的微生物呢 特別的謹慎小心 那目前呢 壓艙水所造成的生物入侵 主要是歐美生物呢 入侵到亞洲的海洋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呢 亞洲國家多半都是出口國 那你的船呢 就會在亞洲上貨再貨 那你的船身就會變得很重 所以呢 這時候船員就會把壓艙水排出去 那直到開到歐洲開到美國 你卸貨了之後呢 船身就變輕了嘛 那船員就會把壓艙水再引進到船艙裡面 所以呢 經常就是這個船呢 載著歐美的海水呢 載到了亞洲國家載貨的時候呢 再把海水排掉 那所以呢 歐美的生物就非常容易入侵亞洲的海洋了 其實國際海事組織呢 在2019年的時候就要求所有的船隻 是必須加裝壓艙水處理系統 進到船艙的海水呢 他必須要經過消毒以後才可以排出 這樣就能夠隔絕 不同海洋之間的生物互相入侵 那麼國際海事組織規定的大限日期呢 是2024年的9月 你必須要在那之前呢 裝好你的壓艙水處理系統 那船隻大概是沒兩年半 就要進船屋檢修一次 所以呢 現在真的是屋漏偏逢連夜雨 我已經塞港了 我還要進船廠去裝設備 我一裝設備 我還要再等兩個禮拜才能出來 所以現在呢 全球運力真的是好不起來耶 其實現代的航運業呢 真的有很多我們意想不到的 先進環保要求 除了剛剛我們講過的壓艙水處理設備之外呢 在之前的大排長龍系列影片裡面 我們也曾經介紹過 為了節能減碳降低污染呢 現在船隻呢也必須要進場去加裝脫流設備 那我們只要是加裝設備 就會延長了我們船隻在船屋裡面的修理時間 那也就縮減了船隻能夠在海上工作的工作時間 除此之外 國際海事組織呢 還有非常高的減碳要求喔 他們希望呢 全球船隊在2030年的時候 碳排放量呢 會比2008年的碳排放量降低40% 而到了2050年的時候呢 碳排放量應該要比2008年再降低70% 因此呢 他就有一大堆的新規定 而這些新規定呢 就很可能會加速船公司淘汰舊船 為了達成降低碳排放的目標呢 國際海事組織呢 他就規定在2013年以後 訂製的新船呢 你就要符合一個叫做EEDI的指標 Energy Efficiency Design Index 能源效率設計指標 那根據這個指標呢 你的船體設計啊 你的發動機啊 你的動力系統 燃油設備 還有整個廢氣處理的系統 全部都要重新設計過 就連你開船的方式 你們營運這條船的模式呢 可能都跟過去不太一樣喔 所以在2013年以後 新訂的船大概是在2015年開始交付 在那之後呢 所有的船呢 都必須要符合EEDI的這個指標 EEDI公布了以後呢 國際海事組真的就覺得非常開心 他覺得嗯很好啊 我就做等碳排放降低吧 沒想到減碳不如預期 他們發現嗯 怎麼我新船都改了 可是碳排放還是降不下來呢 找了半天原來舊船一直在排廢氣 啊天啊 在2019年的時候呢 全球船隊總共排出了8億噸的二氧化碳 其中有67%呢 是由2013年以前訂製的舊船所排出的 蛤你一直給我排廢氣 那這樣我怎麼達到203年減碳40%的目標呢 我們知道貨櫃船的壽命大概是20年左右 你2013年的船到現在也不過9歲而已 你還要再用10年 可是你每年都給我排這麼多的二氧化碳 那我們還要怎樣節能減碳呢 於是國際海事組織呢 就訂出了一個新的標準叫做EEXI 他說呢你就算是舊船 你也要更新設備更新技術哦 如果是2013年以前訂製的大船呢 你總盾超過5000噸以上 你就必須要符合EEXI的標準 如果你達不到這個要求的話呢 那麻煩你以後呢就慢慢的開 你的船呢要降速20% 你的船不能開太快 以免你的碳排放太激烈了 天啊全球的運力真的是好不起來啊 船還要慢慢的開 這個EEXI標準呢 它會在2023年的1月1號開始試用 那目前全球呢 有53%的貨櫃船 都沒有辦法符合EEXI的標準 因此呢很多業界的人士 就預期在EEXI試用之後呢 就會加速舊船的淘汰 因為如果我還要花錢改設備 那比較老的船隻呢 我還不如趁現在剛駕鐵架貴一點的時候呢 我就賣給拆船廠算了 在我們之前的大排長龍影片也有介紹過 拆船廠是如何做生意的喔 有興趣的同學可以回頭把整套大排長龍的影片看完喔 上一集的影片呢 我們主要想要告訴大家的是 現在全球的造船能力呢 正處在一個非常低的水位 今年新訂的船呢要到2024年才會交船 而這一集我們要告訴大家的是 其實現在整個全球的航運業呢 正經歷一個結構性的改造 作為身材工具的船隻呢 它已經有了更多的環保要求 那雖然現在因為運費很高嘛 現在船公司呢 就連25年的老船都願意租下來做生意 趁著環保新規實施之前呢 多債貨多賺錢 可是大家想想看 到了2024年9月壓艙水處理系統 大限日到來的時候呢 這些還非常勉強在海上工作的舊船呢 就很可能會遭到報廢 所以其實大家擔心今年新造船的行動 會不會重演2008年金融海嘯過後的 航運業10年大空投呢 我對這一點是比較懷疑的 我在仔細研究過這個議題之後 發現全球的運力其實是沒有那麼容易補上來的 過去10年的大空投 是因為2008年船公司訂了太多船 在2011下半年開始交付 造成全球運力暴增 可是現在我們面對的議題呢 是全球船隻改造的新議題 尤其是很多航運業人士也公開的表示 今年呢 歐洲的萊茵河大水 還有中國河南鄭州的大水呢 根據氣候專家的說法 他們認為是溫室細體 所造成的氣候變遷災難 所以呢 節能減碳的目標呢 可能會被提前 就例如說我們剛剛提到現在造星船 要符合EEDI指標嘛 這個EEDI的第三期計畫呢 本來是預計要在2023年開始實施了 可是呢 現在已經宣布被提前到2022年中 也就是明年中呢 就要開始實施了 未來可能會有更多節能減碳的目標呢 被提前實施 過去大家認為航運股呢 是一個景氣循環產業 景氣好的時候 大家就瘋狂的造船 造成運力過剩 那景氣就會下去變成空頭 可是這一次全球航運業呢 正在面臨一個結構性的改造 對於船隻的環保要求呢 會促使船公司有更大的動力 去淘汰船 航運業正在蛻變成一個更環保的產業 而我們知道在陸地上呢 出現了像特斯拉這樣的電動車公司 在海上呢 也有很多船公司致力於先進的技術哦 像現在有很多船公司呢 他們開發了自己的LNG天然氣動力船 還有很多低碳排放的燃料呢 被發明出來 就像是我們大家都很熟悉的 航運一哥丹麥馬斯基集團呢 大家可能比較不清楚的是 雖然貨櫃船是馬斯基非常重要的一塊業務 他另外一塊呢 最大的業務呢 則是石油炭開 他可以說是半隻腳踩在石化產業上面的公司 所以大家很多人會問 為什麼馬斯基長的沒有航運股好呢 他本來就是一半航運業 一半石化業這樣的一個公司 那今年來因為全球節能減碳的關係 馬斯基集團也感受到非常強烈的危機意識 他們逐漸意識到綠能產業 會在未來佔據更強的經濟地位 而石化產業呢則會轉弱 所以馬斯基自己也投資了相當多的研發心力呢 在開發新型的減碳貨輪 未來在新型動力船上面呢 會不會出現一些像特斯拉一樣的玩家 對航運產業造成影響呢 我覺得是非常有趣的觀察點喔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喜歡我的影片請記得按讚 還有按訂閱頻道加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